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 我是你们的黄老师 恩迪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 今天是12月9号星期三 各位伙伴 那我们前两天一个整体的节奏都还不错 对不对 包括昨天带大家去做了欧加美加 这样的一个打点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也怎么样 也给出了我们打点的这样的一个利润 朋友们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今天重点还是什么 还是美加直盘的美加美瑞 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 所以说今天在讲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们也顺带的去帮大家去复下盘 为什么说昨天我们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一定是去看它一个什么震荡的一笔利润 为什么这个确定性这么高 它的依据到底是在哪里 首先朋友们 首先美加它整体上来讲的话 它还是属于是一个什么 属于是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不对 在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 你去做一个逆势的一个多 确实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但是有一个点是什么呢 朋友们 一定是建立在你对当下的这个行情趋势 足够了解 足够有把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才会对于对于这一笔的这个多才会有那么有把握 这里是整体是一笔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下跌的这个趋势当中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都属于是一个什么震荡下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并没有怎么样 在这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构成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对不对 震荡的结构是没有的 对不对 包括这样的一个位置只是一个什么小的调整 这个位置也是什么 很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又走了一个什么 一个加速的这样的一个下跌 整体上还是属于一个空头的一个趋势 如果说它的价格 它的趋势 如果说想要走一个延续 延续的就是这个想要跌的更稳 跌的更久 跌的更远 对不对 肯定会在这个位置构成一个什么 构成一个震荡的一个结构 才符合于什么 它的一个趋势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逻辑性 所以说很多朋友都以为说 我们昨天只是看到了这一笔的这个逆度能 对不对 就去做它的一个逆度能的一个回档的一个多 就觉得这个权重不高 当然 这一个逆度能它仅仅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信号 朋友们只是一个信号 这个位置的话 这一笔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水平的一个支撑 对不对 水平的一个支撑 在这个位置 它如果说是没有构成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结构 直接下跌 是这个趋势 趋势就会走的奇奇怪怪的 没有什么逻辑可言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对不对 所以说它的这个市场 它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有这个规律可循的 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规律性 怎么样抓到手里面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这个震荡的这一笔度 非常确定 朋友们 所以说当下的结构的话 仍然还是一个什么 还是一个这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对不对 一小时的这个震荡的结构已经是成立了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震荡的结构当中 你去做多做空都是什么 都是高权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个空点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顺势的一个不错的一个空 下来了这个多仍然是什么 仍然是一个权重的一个多 因为它这个震荡才刚刚启动 才是一个震荡前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多空都是什么 都是高峰高权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每加下来的这个多仍然是什么 高峰高权重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好 除了我们的一个美加 还有我们的一个美瑞 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美瑞的话呢 跟这个美加的思路是什么 是一模一样的 是跟我们昨天美加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 整体上这一笔 它还是属于是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不对 如果说想要价格走得久走得稳 对不对 它肯定会有一个什么 在这个位置 它就是一个什么 构成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概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区间 朋友们我们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区间 都是什么 都是分批进场去做它的一个多当 朋友们 美瑞还是什么 还是看这个 看这个区间的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了 所以说价格只要能给到低的价格 能给到低点 我们加仓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美瑞的多也是什么 很很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一个多点 好了各位伙伴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早盘的全部内容了 想要了解更多专件机会 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 将会享受更多的一个策略 以及我们优质的教学服务 那在早盘的最后 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 我们明天再见